记者花梦景花莲报道,花莲私立四维高中虽然是佛光山系统的佛教学校,但学校今天也举办环保耶诞树比赛,也是全国景间的特别耶诞节传统,四维高中的学生书包号称地表最强书包,四维书包的奥妙之处,就是不书包那墙木架子随时背在身上不但能当板凳座,还能拿来当砖块叠成耶诞树。 今天是耶诞节,四维高中学生中午午秀时间就在校园中停堆环保耶诞树,各班学生发挥创意,在学校中停的三号广场用书包堆起一叠叠绿色尖塔装的书包衫,加上彩色气球,迷路,小熊,耶诞帽,玩偶,灯泡,雪人等等各种耶诞装饰品,就成了绝无仅有的特殊耶诞树, 让整个广场仿佛变成北国的耶诞树森林。 校长蔡中和学务主任梁少强今天也穿耶诞老公公装,上台主持招会。 蔡中和说,学校秉持佛光山星云法师提倡的三号精神兼容并蓄,每年也举办创意耶诞树比赛,希望让孩子们感受到温馨的耶诞节,并鼓励学生们过耶诞节不一定要花钱购买耶诞树,用绿色的书包也可堆出耶诞树造型。 节庆过完后少了很多塑胶圣诞树垃圾兼具环保巧思。